喜师傅说故事 有一条鱼从乌龟的身边游过 乌龟一下子就锁到了壳里面去了 鱼嘲笑地对乌龟说 你怎么那么胆小 乌龟说 我不是胆小 我只是不愿意身处是非当中 鱼说 你遇到事情就多 难道不想想别人会怎么评论你吗 乌龟说 别人的评论重要吗 我只是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而已 大家都骂你是缩头乌龟 你被骂了也不生气 乌龟慢慢地说 呵呵 这就是我比你活得久的原因 生活中 做好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别人愿意怎么说 就让他们说去吧 因为 喜欢你的人 你怎么做都对 不喜欢你的人 不喜欢你的人 你做得越好 他们越看不惯你 我觉得 自己很真实 希望 你也能够早日领悟 这个世界 处处存在的恶意 和虚伪 开启自己的快乐人生吧 走自己的路 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 那样会很累的 以上故事 乌龟与鱼的对话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